封锁管道并放置摄像头 今天我们的职业是保安 开局我们 算了任务先等等 我们把食堂管道先封了 动作幅度不要太大 容易被看出来 好家伙又被魅魔连成了链子了 不知道是真案还是备胎 天黑了 我们在馆里待会 这就不像是个好人 有点像个中立 他既不做任务又不看地图 也不知道在干什么 史蒂夫报告的查拉 只没了一个人 沸沸一时魅魔 再下引擎 就说他是黑客 他应该不是 都没看地图 低潮说他是诱饵 史蒂夫说 就一眼假黑客 大概来史蒂夫是黑客 杨带说就是小丑 没信息就去票吧 魅魔链子的胜利条件 是活到最后 一般都是把狼给出了 我们还是尽量的 堵风管帮传员 这样我们也不容易被怀疑 哎 奇怪怎么变成小金了 好家伙 肯定有连换交换师在场 这样不行啊 我们链子已经暴露了 前魅魔他知道 真案和备胎的全部职业 这把有点危险了 先把管理的风管堵上 幸好我们有个规则是 连环交换师不能报上下家 知道我们的职业没有用 他不知道谁换走了他 我看到沸沸了 来换我的职业吧 我不想当保安了 我感觉这局会忌啊 怎么回事拍灯了 不会被我们吓到了吧 粉皮还没了 他说他顿没了 刚刚还看到了呢 大家问为什么不去找鸡腿 直接拍灯干什么 杨带说小丑 杨带今天说谁都是小丑啊 但是小丑不能拍灯 飞飞让大家出他 出出出 现在他是连环交换师 不知道换的谁 好来优势 等刀我出去 我们就偷偷摸摸的 堵下风管了 虽然没有任务 但我们的活还干了不少呢 这小金在乱跑 吃到会被刀吧 正好没人了 堵下保安室 快走 落单了也容易被刀啊 天黑了天黑了 躲一躲 又活过了一轮 这轮霸射被刀了 这内鬼怎么一轮刀一个呢 史蒂夫说是嘉莲 哎呀 被堵了 杨带说坏堵没了 时期也说是坏堵 杨带是小丑吧 很明显史蒂夫是占卜被堵了 杨带有大问题 嘉莲也承认了 直接出吧 杨带你拍灯赤证 看是不是小丑 这轮史蒂夫用生命的代价 帮我们出了一个内鬼 只可惜我们到最后会抢他的胜利的 好 他是清理者 天黑了 等他们修灯吧 我们先躲起来 现在有点危险 这杨带还真拍灯了 不是小丑是吧 不是小丑那就是内鬼或者叛徒 他说他自证了 我们说不是小丑可以出了 杨带是叛徒 杨带说他是侦探 第一杨说他是侦探 对跳了 那先出杨带吧 本来想找个机会出杨带的 可惜他像个小丑 这波拍灯直接说明了 他不是小丑可以放轻出了 诶 他怎么是宝安呀 这过分了 换了我们的职业 赶紧换言明的 就那多起来呢 感觉都很危险啊 天黑了天黑了 我们快点回去拍灯吧 刀我在看定位地图 又黑了 有个骗主师在场 不行了 我们直接拍灯吧 狄小和击败没了 应该是双刀了 应该是双刀了 刀我报信息 你在看地图 他说船尾两人 佩甸两人 大厅两人 其中两人刀了人 朱在反对 言明和朱一起去了船尾 佩甸和四堂俩是把谁带是他啊 石器说他在佩甸 刀我要出石器 那就出把堵一把了 刀我还是个市长 尝得还挺深的 如果石器不是斜的赌怪 传就说了 好 他是骗主师 完蛋了 诶 邪恶赌怪 我刚刚说的是船完蛋了 言明是连魂交换师 刀我是市长 灯会拍灯的咔咔一堵就完事了 算了 我们先去把揪给刀了 不知道他是什么职业 刀我应该不知道 我们已经叛变了 直接过来修破坏 不刀他了 我们守在门口吧 言明过来了 直接刀了 船的任务快做完了 我等不及要赌人了 报告以后呢 直接赌他市长 如果没有结束呢 就说明就是豺狼 市长呢 市长 好 好 获胜了 这波换来坏去呢 最后我们捡了个大便宜 感谢言明从来的邪恶赌关